主演王一博 欢迎于氏 欢迎补玉 欢迎嘉宾的挑战和危险 非常非常多 也想请一博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是如何理解雷宇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我觉得作为师对案来讲 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伤 什么样的挫折 如果能飞的话 他们都会去选择再次飞行 同时我觉得雷宇像是带着张大队再次飞行 想要完成这个任务 而且真的再次飞行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原因 欢迎于氏 欢迎补玉 欢迎补玉 小红书 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我觉得作为师对案来讲 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伤 什么样的挫折 如果能飞的话 他们都会去选择再次飞行 同时我觉得雷宇像是带着张大队再次飞行 我们单位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我想说的是 在电影里面大家演的都很激情 也很感觉也很辛苦 非常让大家看得很不忍睹 但是也有像电影中 电影中那样就是在宿舍一样的 欢乐吃饭 我们现实中的对应就是这样 不管是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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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包括我们衣食住行肯定的娱乐很多都很增幅的 比这个电影里面小的更肯定是肯定的 希望大家看着这个电影的 一起报效国家一起参军入伍 谢谢 我相信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孩子们看完了电影之后 都把自己的梦想变成为名飞行员 师飞员 听了这么多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长空庄中师飞员雷宇的实验者王一波 谢谢大家 欢迎一波 职业的 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和感受 跟我们分享一下 谢谢 好 我们来听听一波的分享 好 谢谢 之前在饰演之前 确实不是特别了解 师飞员的这个群体 但是了解了之后 我知道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 每天 可能是经常要去面对 很多一类的风险科目去飞 他们是明知山友谱 是像谱山型的人 我觉得在空中如果遇到那样的险情能够保持沉着冷静 然后去面对那样的险情去操作 真的非常非常的需要 会让人们很敬佩 对 其实从中也学习到了很多师飞员的精神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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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影片当中 关于家属的一些部分的呈现 我相信您看了之后 也会特别特别的感动 很简单 这是China Air Force Hangar Anyone who invadesChina's airspace We should absolutely shut down All this race Yeah In your face All this race All this race 时间如静止的空气 你的不记得我的心